看這一頂 他說有一個固定不動的磁棒 即螺線管 這裡是N級 這裡是S級 磁棒的長軸 通過垂直置放肢螺線管的連心批點 磁棒的長軸 長軸跟螺線管的中心軸是同一條軸 當螺線管通以電流的時候 空間中的磁液線昏布如這個圖 如這個圖的話 它的磁液線互相排斥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裡也是N級 代表這裡是N級 也就是說磁場也是這樣出來 磁場這樣出來 這裡磁場是這樣出來 這裡是N級 這裡是S級 若在圖二中P點的誘方觀察 則下列有關於電流磁場的敘述 何則正確 好 A 螺線管上電流為零 不是啦 這上面有電流 電流方向應該往哪邊 依照那個 右手定則 電流應該是這樣繞的 也就是說電流是這樣繞的 電流應該是這樣繞的 這樣繞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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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所以A這個選項是錯的 電流不等你 好 B P點的磁場方向為向上 P點磁場的話 因為電流這樣繞 所以磁場方向往這邊 所以磁場 P點磁場方向是往裡 也就是它是往什麼呢 往左 應該是往左 不是往上 上開C P點磁場方向為向下 也不是啦 應該是向左 上看D 螺線管上電流方向為順時針 因為我們是這樣看過去 那電流方向這樣子 所以電流這樣繞 這樣繞我這樣看過去是順時針 所以D是對的 好 那我們看E 螺線管上電流方向逆時針 那就錯了 這個對這個當然就錯了 所以答案要選D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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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